红柿 你想来这里上班 一旦我曾经决定的事情 谁也拦不住 明天见了 这么精美 自负的家伙 看他一脸目中无人的样子 诶 有了 太年了把我怎么样了 怎么会这样子 老张 我黄剑 怎么搞的 你不是说这些股票会降的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投资本来就扭赚扭赔 我又不是神 还要涨要迭我有什么办法 你怎么这么假 当初你是挂宝镇的 我是相信你才决定要投资的嘛 而且还跟 高一带借的一笔钱的 你知不知道 你怪我 怎么不怪你自己赌心坚强呢 是你一心想赢的 我现在也救不了你 大个电话呀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一定不能再办事 总经理 我有一件事 想跟你们商量 总经理请吩咐 山水建设这件案子 我想让你带着阿智 一起执行创意方面的工作 总经理 我才刚进公司 就要接这么大案子 担心我 你要有接受挑战的勇气 这是一个磨练自己的好机会 是啊 总经理 总经理说的是 放心吧 好好地把工作完成 是 我一定全力以赴 那就好 你先下去吧 我跟刘总监 还有点事情要谈 总经理啊 他才刚进公司 你就这么重用他 想妥当吗 你是怀疑我的判断 我这么做 自然有我的考量 之前我跟你提过 我们公司目前没有副总 我快点把它培养起来 难道你要一辈子 当一个创意总监吗 我懂了 谢谢总经理听吧 我发觉最近黄任 他的表现越来越糟 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总经理 你别管我多嘴 我觉得这个黄经理啊 实在太辜负总经理对他的期待 他每天只知道玩股票 现在山北建设的案子 又在他手里 要是他拖垮了公司 对公司很不利 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安智能力不错 他应该可以胜任 好 你就负责 把这个金三角的team组起来 总经理放心 山水建设的案子交给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总经理把山水建设这个案子交给我们 由我担任team leader 现在我们就来分配一下工作 安智 你先负责收集有关的市场资讯 至于你嘛 阿智啊 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 我 对不起总经 我对这个案子还不是很了解 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很急 也很重要 你这样一点想法也没有 这怎么行呢 总经阿智他还是新人 至少你该给他一个规划的方向吧 好吧 既然总经理要我带你做这个案子 就送我吃点亏好了 你别说我没有照顾你 千万豪宅 平价 路线 这两个方向你回去想想 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创业构策子 总经我想请问一下 这千万豪宅的规划方向 是已经确定了吗 你到底有没有资讯啊 这个叫做市场区隔 你懂不懂啊 我知道我了解 不过我觉得以目前房地产的景气状况来看 好像应该走平价路线 喂 这行我做了多少年 还有难教我 总经我想阿智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阿智 你是听那个 当然是应该由你来决定规划方向 我想阿智他只是想确定一下 对吧阿智 你不要以为总经理宽了两句 你就真的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我看先这样吧 明天你们针对这两个方向 各自提出一份创业斗手出来 明天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是能力很强吗 我就等着看你的表现 阿智 你回来了 工作还顺利吗 第一天上班 我们总经理就交给我一个大案子 而且明天一大早就要 你看 我把工作都带回来了 我看今晚没办法睡 没关系 我陪你一起想 回来了阿智 阿智 你也会来帮忙吧 阿智他明天需要招案子了 阿智他明天需要招案子了 可是到现在 什么还都想不出来 好啊 我看看 这个吗 这是什么啊 怎么那么土啊 这些设计已经过时了嘛 一点都不吸引人 没办法 我们总经就喜欢这种调调 千万豪才是吧 你等我 你等我 开心这些 开心 怎么样 美不美 哇 我做过摄影的嘛 是有点概念 这个地方啊 叫卡妹尔 每一栋房子呢 都是设计家 精心打造出来的 气派 豪华 有特色 这才叫做豪宅嘛 怎么了 有帮助吗 当然有啊 谢谢你 阿智 只是 我现在缺乏一种感觉 我需要一种 很重要的灵感 就是 如何去建立 这气派案的重心 所以我必须要先想到一个 足以打动人心的 落案方向才行 比气派 比豪华五星集饭店的 总统套房够了吧 能住进高级豪华的五星集饭店 的确是一种享受 可是 那种地方缺乏了归属感 它和家的感觉的差别就是 一种温暖吧 家 可以带给人一种幸福快乐温暖的感觉 最像我们的家一样 阿智 如果这个家没有你 再好画的房子又有什么用呢 老婆 我想到了 我们盖的不只是一栋房子 更是一个温暖的家 怎么样 这概念好不好 我喜欢 喜欢 喜欢 老婆 谢谢你 你太棒了 那好了 那现在有主题的话 那你们就开始了 我去泡咖啡 麻烦你 加油 开始 谢谢 真的 喂 听伙伴好 你帮你一下 好 喂 听伙伴好 是 哦 好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喂 听伙伴你好 是 稍等一下 搞什么啊 说请假请假 想搞死我啊 主任你好 我叫阿金 小慧呢 请我进来代班的 代班 可是 你可以吗 我以前就是做总机的啊 这些小事难不倒我 是的 主任不妨可以考考我 会计室呢是二一零 总务处呢是二六五八 而总经理室呢是三三一零 而主任你呢是二五六七 说对吧 街舞王你好 好 转一提是吧 好 你稍等哦 三一四六 都没有错吧 你挺机灵的 好吧 叫你代班一天好了 谢谢 我跟你说 你的工作呢就是 这个是 主任可以放心 小慧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给我了 那太好了 总经理好 总经理你好 我叫陈金 今天是来代班的 请多多指教 总经理你好 我叫陈金 今天是来代班的 请多多指教 总经理 这是因为那个 我知道了 就让他做做看吧 好 做得不错 你的创意我很欣赏 谢谢总经理 不过我问你 豪宅的规划方向是怎么来的 包括总经理 阿智啊 他只是在执行我的创意概念 豪宅的计划方向是我所设定的 总经理还满意吧 你目前房地产的市场行情 豪宅的规划根本是死路一条 有百分之七十的销售潜力 是来自于暗子所在地的周边 你到底有没有深入了解这个case 山水建设的地点 有钱人根本不会住在那里 你这个创意总监 是怎么干的 我 总经理 根据我的调查 现在市场结构的改变 加上许多小家庭的数量不停产生 大概一般人 都不太能够买得起豪宅 我想这边有人这样 回起报告 你看一下 好 好 嗯 待会儿跟阿智做个brief 尽快提出更精准的创意企划出来 是的总经理 那总经理我刚刚就先出去忙了 你的市场洞悉力这么差 还想当副总 总经理 我想我会继续努力的 请总经理再给我一次机会 要我给你机会还不简单 可是你总该付出一点代价吧 有事吗 十二点我们便当 便当 便当 对啊 我们公司规定中午不能出去用餐 便当都是统一有总务互发放的 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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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没有定 便当 做十二点 十二点便当 十二点 十三点 好 各位先别急 便当的食物我马上处理 好不好 各位姐姐回座了 不好意思 要快点了 快点了 没问题 没问题的 要便当 这还不容易吗 各位同事 吃饭了 好 谢谢 谢谢 阿智 阿金 你怎么在这啊 我来带班的 你的便当 谢谢 紫瑞也在这啊 紫瑞你的便当 便当 便当 跟你耗了这么久的 忘了订便当了 阿金啊 你怎么会 因为刚刚同事跟我要 我就马上订啦 很快的 没事 可是 传承机坏了 他又急着要用 坏了啊 是不是就好了吗 阿金啊 阿金啊 你好神啊 我赶快去医院 抱 你什么啦 要是我手底下的人 不像你这么有能力 那就好了 那 主任 我可不可以去你的部门上班啊 你愿意来上班吗 那太好了 我今天下午啊 去跟人事部讲一下 你明天来报到 谢谢主任 快吃饭吧 谢谢你 阿金 这是我刚做好的市场分析资料 你要不要参考一下 谢谢 你的稿子进行得怎么样 顺利吗 打算利用温暖的卧室 来映造出 两人世界的气氛跟感觉 不过到现在 还找不到适合的寝具 我知道有间寝具店还不错 我带你去看看好不好 嗯 好 走吧 阿智 就是这里 阿智 你不要紧张嘛 我们一定要装成小夫妻的样子 不然一副就来做市场调查 人家会理我们才怪的 走吧 欢迎光临 先生太太 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 我们刚搬新家 想来挑一组寝具 那需不需要我帮你做个介绍 不用了 我们只是随便看看 谢谢 那两位里面请 谢谢 这个颜色好像蛮好看的 蛮不错的 阿智 你过来 这感觉还不错 你觉得呢 蛮乱的 你怎么啦 你自己讲吧 你讲一下吗 我们回来了 这么巧啊 怎么一起回来 老婆 我告诉你 阿智她现在也是我们公司的成员 我今天穿那么配 当然要被录取了 嗯 哎 给你面子嘛 人当然要工作了 更何况我可以 最后进来帮你照顾阿智啊 谢谢你 阿智 哎 我快饿死了 晚上吃什么啊 阿智啊 今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公司 你正好不在 是啊 哦 我跟我们总监 一起去挑选 设计案中核四人下去 这样啊 你们总监 男的女的 男的 超级猪头一个 而且啊 专门欺负你家老公 还好啦 我们总经理 比较喜欢问我的案子 所以 他也拿我没辙 我去洗个脸 我去洗个脸 好香啊 自己家 好香好香 怎么了 风楼 没有什么啦 我去端饭 好 这就去洗个脸 好了 你很喜欢的 谢谢总监 刘总监 我已经把黄刃败上了 是吗 那副总的位置呢 你升任的签 我已经拟好了 总监理 我知道我的能力有待加强 不过是不是 有了市场的洞悉力 我就可以先负责 我不会做任何承诺的 你自己好好考虑 是 是 阿智 我们先喝手一下 明天呢 我会提出我的市场分析报告 然后我们再提出你的创意观点 你觉不觉得我们两个的配合 非常天一无缝啊 其实 因为我想过 我们应该再更深入一点了解 阿智 你的电话 我的电话 我先出去忙啊 好 包如打雷的哟 姐 喂 阿智啊 你在忙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的同事送我两张电影票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今晚 我不行 我们一定要提案 今晚要留下来加班 又要加班了 可是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 我知道 下次吧 那 也可以找你同事陪你了 好吧 阿智 我们 还有事吗 那 那 那你去忙好了 拜拜 谢谢 不用客气 阿智啊 芳如 真的很关心你 她刚打来的时候还怕吵到你 你不要老是在加班嘛 有空的时候 你多陪陪她好不好 好 我知道 我去帮你拿便当 谢谢 谢谢 吃饭了 来 辛苦了 辛苦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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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监 你好 我是总务部新来的阿晋 这是你的午餐 请慢用 饭了就好了 哦 吃饭了 漂亮啊 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赶快去送便当 刘总监 我觉得你房里这几幅画 感觉好棒 好有味道 而且我知道啊 是同一个人画的 你可以告诉我 这位大师是谁啊 怎么 这不能说啊 不是什么大师 是我 真的吗 是你画的 真的好棒 我好佩服你啊 好了 好了 你问完了 我也回答完了 可以出去了 嗯 等一下嘛 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 应该要 比赛 对了 我知道啊 最近有一个比赛呢 在广城画作 那如果这几幅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话 我觉得可以拿去参赛哦 这都是我一直信其热化的作品 怎么可能参赛呢 这在参加不再得奖 更何况我有信心 你一定可以拿奖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下了班我挑幅画 拿去比赛好不好 好 你下去吧 谢谢 希望这次比赛 能帮刘晓鹏重建信心 别再依赖包好当铺了 你的午餐准备好了 请慢用 总经理 先等一下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透 不知你是否可以帮我解答 你可以问问看啊 不过要看我高不高兴回答 我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有人放着天使不作 宁愿当个打杂的 难不成他以为 送送便当 拿几幅破坏去参赛 可以拯救堕落的灵魂 这不是不可能哦 你不要小看一个打杂的小员工 他的破坏力啊 是最强的 说不定 会让你一个case都接不到呢 是吗 那我就拭目以待 不好意思啊 我待会儿要去拜访一个客户 没时间吃你送来的午餐 拿走 不支持吧 拉倒 我不会让你相信你 我的意志盯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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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好 好 我们也可以这个 是不是直接能忍意当务 黄经理 好久不见了 总经理 不 老板 我急需要五千万还债 求求你帮帮我 五千万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似乎 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 我可以当一个圣将 如果 如果不够的话 再加上我嗅觉这样够了吧 当铺是不做亏本生意的 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除非 用你的灵魂来换 我的灵魂 你要我出卖我的灵魂 我急 就永世不得长生了吗 开什么玩笑 我宁愿躲躲藏藏一辈子 也不能当掉黄魂了 你不觉得 你走到哪里 那些高利贷就追到哪里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 难道那些是你的人 你 你这个魔鬼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好的权道 先骗我当了我的羊手 再来是家庭关系 现在 现在连我的灵魂都想骗了 千万别忘了 这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典当的 我早就劝你不要玩股票 你不听 是你自己贪得不厌 才会越陷越深 别再做无谓的挣扎 我只要灵魂 岂云敏谈 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签名吧 谁说我没有选择的 我不会让你得选的 好 走着瞧吧 你走啊 看你什么时候再来找我 看你什么时候再来找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我是有亲戚的 原来当掉了家庭关系 是连对他们的记忆 都一起当掉 当掉也好 这样他们才不会受连累 还有没有牵挂 高汉 我会比赛的 好 给你的 阿金 想帮你 业务部 好 谢了 不要 阿金 副理 有事吗 业务部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 在黄敬寅那边 但他现在人也不知道去哪儿 电话都打不通 这样吧 你给我一份备用药匙 帮我开个忙好吧 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拿 谁 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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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可怕了吧 这几校师姐 你敢来吗 怎么这么做啊 阿姬 我刚在楼下 看到安琪被警方带上车 而且旁边还有救护车 是黄经理被发现死在办公室里 尸体是安琪发现的 所以发现跟警方回去协助调查 怎么会这样 那黄经理为什么死在办公室 警方初步判断是自杀 不过现场并没有发现到遗书 所以现在一切都还不确定 所以这次是小军事 小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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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请坐 既然你考虑清楚了 那就废话少说 你想典当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当什么 可以换取市场的洞悉力 总计 老板 你认为呢 就当掉你的友情吧 友情 友情是这么高的价 总之后就快点来 想那种不解释迹的感情 烫了也罢 只要有权力和地位 自然就能来巴结你了 如果没问题 就在合约上签字 那是不是有了市场的洞悉力 我就可以当上副总了 拥有市场洞悉力 是副总的必要条件之一 只要你符合所有条件 我当然 会把你列入考虑人选 好 我签 你敢说 我签 怎么在那里 我签 我签 你 还 我签 你 我签 你 我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必了 想怎么样 直接一点 其实总经理您言中了 我今天来只是想要表达我对你的效忠之意 不然我早就将这封信交给警方了 如果你真的效忠 早就把那封信毁了 又何必拿着他来找我 但是我来是想提醒你 你是不是也应该要管他找一个助手 不然像黄刃自杀的遗书这种杂事 万一真的落入警方手里 我想可就麻烦了吧 从来就没人可以威胁我 你也不例外 你想当副总 就得付出代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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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